让郎平来春晚表演砸核桃 也亏1984年春晚导演想得出来 1984年春晚被称为最成功的一届春晚 邓丽君的歌靠暗度陈仓才上了春晚 张明敏因为异曲我的中国心 险些被台湾市场封伤 难忘今宵是怎么成为春晚经典的 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聊聊1984年春晚 1982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夺冠 郎平也收获了铁狼头的称号 1984年春晚节目组 当时就想请郎平来参加春晚 让郎平来表演砸核桃 最后还是请了气功一家子上台表演 在那个年代硬气功还是非常流行的 6岁的孩子直接用手劈开了核桃 而小男孩的姐姐为大家表演的脚踩鸡蛋 姐弟俩表演完 马记又请来了著名大师侯树英 老爷子一上来 就给我们表演了一个徒手断钢条 赢得了满堂恶彩 在开始表演前 马记还拿着钢条反复敲打 以保证钢条的真实性 朱世茂还特地给了自己一下 这届春晚的硬气功让观众们开了眼 在后来接连几届都出现了这种硬气功的表演 例如1985年春晚 就请了总警总队的战士李登忠 用两个手指将石头拉断 用手指来断砖头 但随着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不断提升 这些硬气功也逐渐消失在了春晚的舞台 不过1982年女排夺冠 正是国内体育情绪高涨的时刻 春晚把乒乓球给搬了上来 要说这届春晚谁最紧张 那绝对是李富荣 1984年春晚上 一颗小小的38毫米乒乓球 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而对战的双方是李富荣和张喜林 两位都是世界级的冠军选手 解说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宋世雄老师 乒乓球一直是我国的国球 而且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就要来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李富荣作为代表团的领队 带队出席奥运会 由此可见他的压力有多大了 不过当年奥运会 我国的体育健儿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徐海峰为我国斩获奥运史上第一枚金牌 女排成功未免冠军 李宁更是一人斩获了六枚金牌 三金二银一铜 周济鸿为我国夺得第一枚跳水金牌 最终我国以15枚金牌的好成绩 拉开了新中国奥运会的新篇章 而且这届奥运会的成功振奋了国人 同时也间接地导致了 1985年春晚对于晚会规模的再次创新 今年东京奥运会时 奥运健儿们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22年冬奥会又即将展开 相信今年春晚的舞台上奥运健儿齐鹤年 成了最令人期待的节目之一 回到1984年春晚 除了体育热情 今年春晚还出现了许多经典金曲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鸭 一牙一嘴尾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相信这句歌词一定有很多人听过 可是这首回娘家在当年可熟使是进曲 靠着暗度陈仓才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当年朱明英无意中听到这首歌 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可以带上春晚的舞台 但是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 邓丽君在当年可是风静歌手 被评为迷迷之音 可是朱明英在上报节目的时候说 这是河北家乡的民歌 这首歌在春晚上给了领导一个大惊喜 事后河北的音乐协会电话就打过来了 还特地询问朱明英 我们查了呀 我们这怎么没有这首河北民歌的记录 虽然当初上春晚有些曲折 但不妨碍这首歌成为经典 而这些春晚上的另一个经典歌曲 无疑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一首《中国心》让张明敏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这首歌是黄山写的 但唱的张明敏当时却没什么名气 在上春晚间 张明敏还是一个在手表厂上班的业余歌手 而且当时歌手来大陆表演就会被台湾市场封杀 但是张明敏的母亲觉得 国语歌就是要唱给国人听 并鼓励张明敏来春晚 就这样 一首《我的中国心》出现在了春晚舞台 除了这两首经典歌 最过经典的无疑是这年的结束曲《南望今销》 《南望今销》是怎么成为春晚必备歌曲的 1983年第一届春晚比较仓促 到了1984年春晚 导演黄一鹤就想找一个标志性的收尾作为春晚的谢梦 死来想去最后定了以歌曲来收尾 在决定后 黄一鹤第一时间找到了作词家乔宇 让他马上给自己写一首歌词 内容要有家人团聚 祖国大团圆 以及亲人间的骨肉之情 和对未来的希望 当时乔宇还开玩笑道 马上是什么意思 黄一鹤直接坦言 就是我在这里坐着 你现在就写 写完我就拿走 最后还是小语无奈道 这可不行 要不你明天早上来曲吧 第二天 黄一鹤早早的拿到了台词 但没想到歌曲还没完成 导演组内部又出现了矛盾 因为曲子比较抒情 有人觉得软绵绵的像哀乐一样 不过黄一鹤作为总导演 坚决力保下了这首歌 并让李古一将这首歌录了下来 歌曲弯转动听 朗朗伤口 其中浓浓的情感寄托 和美好的团聚愿望 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同时这首歌成为了春晚的固定曲目 纵横春晚三十多年 中间也有导演提议过 换掉这首歌曲 例如2021年春晚结束曲 就变成了天下一家人 但尝试结果都不计入人意 每年春晚只要听到这首歌 就知道春晚即将结束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观众们还会唱这首歌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